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博之曾说 全香港 我只承认黎兹比我美 上午九点 黎兹以一家医学美容公司公司总裁的身份走进了香港交易所 郑重地敲响了那面无数创业者梦寐以求的铜锣 宣布公司主板上市 一天之内 黎兹的身家增长9.45亿港元 而15年前 对演员黎兹来说 也迎来了自己事业的巅峰 2004年 凭借金之玉孽 黎兹获得TVB事后 人们再也没理由称呼她为花瓶了 她眼含热泪 终于辛苦了18年才有成果 我没有丢爷爷和奶奶的脸 我为家人扬眉吐气 总有人讲黎兹不行 往后我会努力为TVB拍更多的好戏 那时 在黎兹单纯的一生中 只有两件事最重要 一个是好好拍戏 一个是照顾家人 直到那个突然的转折出现 让她只能在二者之间做出抉择 从此 她的人生也被一隔两半 简直是一道晴天霹雳 2007年的傍晚 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时 黎兹刚刚从法国度假回来 正仔细分拣着送给亲朋好友的礼物 她有点懵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以为电话那头是骗子 赶到医院时 弟弟已经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接受手术 小姐 你是黎英的家属吗 我是她姐姐 随即递过来一个黑胶袋子 黎兹打开她 伸手进去摸 那是弟弟的衣服 却不知为何湿漉漉的 等把手拿出来时 她感觉 眼前一阵发黑 黎兹看着自己满手的鲜血 甚至忘记了哭 愣愣地问身边的佣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血 后来医生告诉她 车祸发生时 黎英整个人被甩出车厢 脑袋正好刻在了路基上 脑干中央像被从中间劈成两半的月饼 能活下来 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害怕父母接受不了 八小时的手术 黎兹独自地从头陪到尾 不断呼喊弟弟的名字 弟弟一定没事的 姐姐在这里 从那天开始 脱鬼的不止弟弟的人生 冥冥中被改变的 还有黎兹的命运 黎兹始终记得 自己宣布退出娱乐圈那天的情景 在朱冠宝季开播当日举行的新剧发布会上 黎兹拉着闺蜜蔡少芬的手 被一群记者围住 她说 我很明确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我会慢慢地放下 做演员的名利心 许多同事都是临时才得知 纷纷惊讶不已 前辈李思琪说 她是一个好难得的女孩子 做这行 她很难安排时间给自己 不能够照顾她弟弟 刚才见她哭 我都吓傻了 知道后 觉得是开心事 入行23年 怎么可能舍得退出 更何况朱方宝器正是她的巅峰时期 但李子明白 演艺圈可以失去一个李子 李家却不能失去顶梁柱 他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完成 弟弟脱离生命危险后 另一难题摆在李子的面前 李英曾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高材生 刘洋归来的著名皮肤科医生 他创立了自己的医美公司 梦想把它做大做强 而此时 公司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很多客户对公司没有信心 问李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工作 这家诊所会不会倒闭呀 纷纷打来电话要求退款 一时间人心涣散 李一次站在交界线处 不知该前进还是后退 如果同时我把他的公司结业了 就更加的不幸 不能让两件同样不幸的事情 发生在我弟弟身上 最终 李一次决定牺牲自己的事业 接手这个即将崩溃的公司 首先要做的就是稳定军心 他给所有客户打电话 告诉大家 李医生的解决会承担一切责任 有什么问题 就找他姐姐 然后 拍戏那么多年 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做办公室 连办公室有几个部门都分不清楚 看到合同文件会害怕的不敢签字 把账目摆出来像水蛇一样长 是看开头还是看结尾 还是看中间呢 那么多数字应该看什么呢 一切对于李次来说 都是从零开始 没有文凭 没有经验 没有医学知识 李次发现不能一遇事就缠着人 问个不停 于是他重新捡起了书本 从选铺装修到做财务报表 每天学习到深夜 巨大的压力常常让他躲在没人的地方掉眼泪 甚至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但每次到医院探望昏迷的弟弟时 一说到公司情况 他时常会做出反应 这给了李次咬牙坚持下去的动力 为了有朝一日弟弟康复以后 我可以把公司交回到他的手上 九个月的时间 在李次的不懈努力下 公司终于回到正轨 但他知道不进则退 于是从制度管理等各方面尝试优化 从一家十几人的诊所 到后来开了一家又一家的分店 再到今天 公司成功上市 经过磨难洗礼的李次 艳然已经从最佳女主角 成功蜕变为一位优秀的女商人 在媒体见面会上 李次泪光闪烁 多谢弟弟启发了我 因为他给了另一面的我 原来我也可以做生意 只有坐在轮椅上的黎英知道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 姐姐一路上有多么的艰辛异常 带着那个曾迷倒荧幕前 无数观众的标志型酒窝 李次的笑容可爱中多了姿势 媒体都说 李次是所有敲锣的老板中 最美的一位 正像十几年前 张博之的弟弟 遇见李次的时候告诉他 家姐很尊敬你 因为你和他一样 很早出来做工 照顾家里 照顾弟弟 因此也有了张博之那句 广为流传的话 这个世界上 我只承认 李次比我漂亮 在李次看来 她的使命就是照顾家人 从十四岁开始 就习惯了这种使命 对我来说 弟弟和爸爸妈妈的微笑 比什么光环都重要 而这个人生排序 成了李次的生命底色 对于李次的印象 很多人都是从 宫斗的鼻祖剧 《精致玉孽》开始的 从刚入宫的纯洁少女 到腹黑很纳的贵人 李次将深宫女人 步步为营地算计 演得深入人心 导演七奇艺曾评价 李次说 她的人生经历很丰富 很容易理解各种角色 然而 正像她在颁奖典礼上说的 为了这个角色 她奋斗了十八年 李次出生于电影世家 爷爷是有着 香港电影之父之称的 李敏伟 奶奶是香港第一代 著名影星林楚楚 这个小女孩 似乎赢在了起跑线上 年幼时 李次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 从小学习小提琴与舞蹈 如果没有后来的家到中落 她甚至相信 自己会成为一名舞蹈家 然而随着爷爷奶奶相继去世 姑姑伯伯们开始了财产纷争 李次的父亲又是因患病 导致耳朵不灵光 想来备受排挤 分道的钱也少得可怜 9岁那年 李次姐弟俩跟着父母离开了祖宅 搬进了20平米的廉价公租房 生活条件一落千丈 李次被厕所味道笼罩的同年开始了 因为家里没有独立卫生间 上厕所需要去外面找公厕 害怕儿女被欺负 爸爸就在厨房边搭了一个卫生间 后来李次回忆到 那个时候我们每天吃饭 都能闻到厕所的味道 身体问题导致爸爸几乎找不到工作 一个健身房老板 看他可怜才收留他打杂 家里主要收入来源 是给人家开货车的妈妈 于是李次从那时起 就顶替妈妈的位置 煮饭给爸爸和弟弟吃 让他走上演戏这条路的契机 来得极为偶然 一次 李次去健身房探望爸爸 这个青春甜美的小姑娘 让恰巧来健身的许冠节眼前一亮 于是推荐他去新议程影业 做临时演员 凭借在开心果 过暑假里唯一的一句台词 老师来了耶 李次拿到了三百块钱的酬劳 他开心得快要飞起来 觉得自己从此可以分担 爸爸妈妈的负担了 而那次跑龙套 李次引起了黄百明的注意 那是一场老师与同学们告别的喜 黄百明告诉在场的小演员们 一会儿开拍的时候 大家都要表现出悲伤 最好能挤出眼泪来 李次酝酿着情绪 越想越悲伤 于是黄百明突然听到了一阵嚎啕大哭 看着女孩止不住的泪水 黄百明一下子给逗笑了 他觉得这个女孩十分真诚 电影拍完后 黄百明与李次签约了 那年他只有十四岁 为了接更多的戏补贴家用 李次放弃了学业 他说家里没有收入 责任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不能继续念书 但希望弟弟能念下去 深知学习机会得来不易 黄英非常感谢姐姐的付出 学习成绩一直十分有益 这也让李次深感慰藉 从那开始 李次来这部剧 开始疯狂接戏 一年最多时候拍了十几部电影 为了省钱 李次从来不请助理 拍电影《我爱牙擦苏》的时候 他一个星期只睡了两个小时 还是导演知道他一直没睡觉 特意跳到别人的戏份 留给他两小时 他找来两块摘着的小木板 铺在地上 头套也没摘 倒下就睡 然而高产的背后 意味着低质 零演技大花瓶的恶评随之而来 媒体讽刺他 把自己爷爷奶奶的脸丢光了 那时爸爸时常捧着 写满批评女儿的报纸 悄悄抹眼泪 反而李次时常安慰他 仿佛上面批评的并不是自己 怎么可能不难过呢 人前嘻嘻哈哈的他 背地里也一直在跟自己较劲 他深知 美貌不能成为长久的饭碗 直到电影《古惑仔》的出现 人们才认识到了不一样的李次 凭借扮演黑社会老大 陈浩南的恋人小结巴一绝 李次火遍了大江南北 时常被调侃为大哥的女人 他不好意思地回忆到 当时走在铜锣湾 街上的小混混都毕恭毕敬地喊我阿嫂 但李次一度后悔参演了《古惑仔》 被问到原因时 他说 会带怀小孩子吗 李次曾在电影版《倚天屠龙记》里 塑造了经典的《芷若线面》形象 于是2001年版《倚天找到他》 本希望他继续出演周芷若 然而在与李次的相处过程中 男主角吴启华认为 他更适合赵敏这一角色 于是才有了 李次之后再无赵敏的说法 李次把灵动率性的蒙古郡主 塑造得唯妙唯肖 嘴角的梨窝忽隐忽现和爱动人 他也成了金庸一生最满意的赵敏形象 也许总有后来者居上 但能同时演好周芷若于赵敏的 恐怕也只有李次了 从龙套小妹到最佳女主角 从挣钱养家到演技出色 李次一路走来披荆斩棘 却始终把家人放在第一位 金之玉孽带来了最高荣誉的同时 最让他高兴的是 这是我入行以来 在爸爸那个淳朴世界里 唯一能明白的荣誉 他看直播 看得哭了 弟弟黎英从英国学成归来那年 是李次最开心的时刻 仿佛一切都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自己的演艺之路正处于巅峰 弟弟也有了自己的事业 黎英心疼姐姐演戏辛苦 劝她别做了 我会照顾你一辈子 当时 李次总是骄傲地跟人提起这件事 她说弟弟常给她看自己的信用卡 哇 很厉害的 直到那场车祸打破了所有幻想 当时李英未接安全带 因此无法申请保险理赔 治疗费用近千万港币 相当于黎兹所有积蓄 捉襟见肘之时 一位追求了她六年的男人站出来了 她就是被称为博豪的马延强 马延强主动承担起照顾黎兹全家的责任 又成立半议基金 承报黎英的一切治疗费用 让黎兹无后顾之忧 在黎兹最艰难的时刻 她始终陪伴在身边 不仅给她经济上的支持 也给了她面对一切的勇气 从十四岁开始不懈奔跑 满身疲惫却浑然不觉 这样的黎兹在别人眼里 永远是独当一面的 但很少有人看到 她满身盔甲下面的柔软与不安 也很少有人知道 李子晚上睡觉时 永远需要开着灯 打开收音机 放住声响才行 她害怕黑暗 也很怕寂静 十六岁那年 她交了第一个男朋友 年长她二十多岁的漫画家 黄玉郎 在老男人那里 她找到了久违的安全感 但黄玉郎 最终是让她失望了 一直都在保护别人 李子也需要被人保护 都说患难见真情 马延强懂得 她从不透露的脆弱 她常常像黎英那样 对她说 不要做了 我会照顾你一辈子 2009年1月18日 李子对外发布了一段录音 宣布自己与年长15岁 却推较有残疾的 马延强结婚 很开心告诉大家 我已经结婚了 我非常感恩 因为我终于可以找到 一个很疼我 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虽然一度遭到 各界质疑与惋惜 但李子始终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 如今 两人已经有了 三个可爱的女儿 幸福来之不易 苦难不曾手软 但这个努力地 让人心疼的女子 始终充满善意 生活给她以重创 她抱直 以感激 弟弟车祸后 她开始信仰基督教 因为那天车祸发生时 恰巧有救护车经过 也恰巧车长有着 较高的医学素养 才能让弟弟在黄金时间 接受救治 她总说 真的感谢神 感谢身边周围的所有人 我看到了人间友情 在公司经营上 她坦然并没有什么秘诀 但始终相信 只要肯对别人好 就一定会有回报的 感谢所有员工 为公司的付出 感谢成了她最常表达的感情 也是她的个人微博里 最高频的一个词 结婚九周年纪念日那天 她发了这样的一条微博 谢谢我最亲爱的丈夫 九年前给我幸福一生的许诺 是她愿意和我 一起慢慢变老 是她将我当成小孩子一样 永远珍惜 今天的我和九年前 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我已经不在意这些问题 生活带给我的阅历 令我更愿意付出 而不再计较 也令我自信 知足和快乐 离子一生经历苦难 但在每个境遇里 都在影响着他人 总是能够用一种 别人乐于接受的方式 轻松地影响和改变他人 达成自己的目标 这种影响力 不是离子的专属 是每个人都可以具备的能力 今天的十点君为你请来了一位 行走的影响力 她是崔崔 历任上市公司COO 基金投资合伙人 千万级女性成长课程主讲人 现在她主讲的 21天打造个人影响力训练营 已经在十点正式上线 15个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案例 一套崔崔老师总结的 行之有效的方法论 搭配一系列实战任务 让你迅速拥有自己的影响力 文章底部扫码入群 一起发现更具影响力的自己吧